那我现在正好上班有个间隙的时间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缘起是因为我昨天晚上跟罗老说了一下 加拿大市场这个货币结算这一块 所以他鼓励我在群里分享一下 但是我今天早晨 就说你们晚上同学会议的时间 我一直在路上 然后也不方便开卖 因为这边交通管制速度什么的都限制非常严格 所以我就没敢分享 那这个我正好有个工作间隙 那我就跟大家说两句 也是因为这个小群里的姐妹们都是非常宽容的 大家也都彼此了解很多 在我偶尔脆弱的情况下 大家都宽容我也理解我 所以我就敢在这里做一下小小的分享 我曾经在腾讯会议里分享过 就是在加拿大市场 在很多就是华人超市 就是微信支付 还有银脸那个优宁配 都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 但是甚至老外的一些商场里也有 但是我一直没搞明白它是怎么运作的 所以我一直在学习 然后也跟朋友在了解这个事情 朋友就知道我一直在努力寻求一些东西 然后学习 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加拿大数据交易所的一个 金融工程师 机缘巧合 然后昨天我们聊了一些 在昨天聊那一个多小时里边 我们就是说 聊了很多 他也给我做了一些科普 现在我弄清楚了 就说人民币在加拿大这个市场是怎么结算的 他主要是通过第三方金融服务商 有国家的那个MSB执照的 就是在税务 税务局有编号的这个 MSB是Money Service Business 就说这种国家执照 然后他可以把那个微信和支付宝的 那个应用场景连起来 那清楚一点的说就是在超市里 客人付人民币 然后商家直接收到的是加币 这就是有个绑定货币 就是外汇这一块 就说人民币绑定加币 这个一键 一键兑换 一键兑换的那个情况 那目前这个 就是说这个第三方金融服务商 有两个 有OTT还有个OP这块 当然是加拿大人的公司了 我说有在想 那目前都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 那咱们周小川 周行长说的那个 他当然讲的是在未来 如果使用数字货币 完成跨境支付 跨境交易支付的同时 可以实时完成兑换 其实我在想 这个目前这个是不是就是 可以说是已经实现了实时兑换呢 所以客人付的是人民币 而商家同时收到的就是加币 这就可以说是支付及兑换 然后结算及清算 这两个动作都已经完成了 可是我在想 这个央行国际钱包 它目前这些都已经在市场上 已经实现了动作 那肯定是跟国家有更大的企图了 因为我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 作为国家战略 它是一步步来推进的 也是一种整体 全方位的推进 可能就是说已经不只是这一点点 那肯定是 就是说 还有20多个国家的法定素质货币 已经就说接入咱们的钱包里边了 然后这个工程师 这个金融工程师他就 他他因为是做这个 就上层就是这个素质货币交易所 当然是属于上层那种技术运营啊 储处要流程啊 他主要是以区块链技术这一块为主嘛 所以他就提醒我 他说你们中国的话 应该可能就是有更大的企图心 可能就是说未来 他数字欧元呀 数字美元呢 可能都被你们搜罗的 这一个钱包里边 所以未来的前景是非常棒的 我就想一个外国人 对咱们中国评价那么高 而且他就说 因为他是做技术的他可能看的就比较远 所以我就想那个未来的话 等咱们央行的国际钱 不应该说央行 央行国际钱包落地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已经不仅指这些国家的法定 所以我在想 等央行国际钱包落地的时候 可能是有更大的惊喜的 然后他也分享了一下 在加拿大市场 因为就是说对于金融方面 就是上场应该是 他们就是数字 货币交易所银行等等这些 那他们就是说也是挺看好 咱们这个素质人民币的出场的 就说未来他也就说 他们就是同事之间也在讨论这些事情 他就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 这就是唯一一个没有发动战争来提高 咱们中和国家实力的一个国家 非常友好的 然后他就说在上场这块 就是说用区块链技术 这个技术实现那个路径 通过数字货币钱包 在交易支付的时候 同步完成 同步完成汇兑 当然这背后的技术支持 就是获取双方数据啊 高效处理数据啊 减轻事前事后的一些监管 获取对方数据 高效处理数据 减轻事前事后一系列监管 封控的这种工作量 所以他们就是说 特别看好咱们素质人民币 甚至他也畅想了一下 那未来他们这个素质货币交易所 是不是把素质人民币引进过来 做一个交易队啊 什么什么的 因为毕竟是咱们中国政府来背书的 所以他就觉得 发展前景非常好 他也就是这么畅想一下 所以我觉得 这给我的信心 是非常非常足的 再有一点就是说 像支付宝 微信 还有银联 在加拿大市场的应用 是有第三方金融服务商的 来提供的吗 那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这个 第三方的金融服务商 他的终端特度就是 下游客户嘛 直接对客户这块 就直接支付终端这一块 所以就目前已经坐在这个地步 所以我就想 已经就是说给 周航长说的那个支付机兑换 结算机清算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那个注脚吧 备注或者我这持可能用的不是太准确 但我说目前都已经实现了 所以我就想 央行国际钱包一旦落地的话 肯定比这个做得更好 但是我的知识就是说特别有限 然后也不是金融 科班出神 很多东西我也不太懂 就是碎片化的 通过我的分享 我就想大家可能也能感觉出来 就说 咱们国家 这个政府就非常伟大 我现在就觉得 特别特别的爱国 我不知道你们笑话 当然我三十多岁的时候 三十出逃的时候 就加入加拿大国籍了 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 就是说没有非常长远的眼光 我记得灵机老师在群里说过一句话 就要在中国就非常有安全感 我现在也是 那种的感觉 我觉得我要回到 出国的怀抱 当然是就是特别有安全感 但可惜我现在 没有资格了 昨天跟罗老就沟通了一下 我就说目前像那个 OK 好 那个罗老说 就说目前要 两次兑换这块 就说数字人民币 在敌对的国家 可能直接就兑换成钱包里的数字 加密资产 然后再兑换成当地的法币 那目前在加拿大已经实现了 就是说 用人民币直接兑换成加拿大的法币 加币 所以我想这一点还是蛮好的 那未来肯定比目前要好很多 我的语言就比较贫乏 我是描绘不出来的 所以目前也是信心 大大的有了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目前都已经就是说人民币 直接兑换成加币 那未来的话 可能直接就是数字人民币 兑换成加币 或者是就是说 我的描述可能还 就是展望一下吧 肯定是比目前好的很多 然后这个这个人也跟我说 他说 在 就说你你这个数字人民币 慢慢的一点点来 然后慢慢成长起来 最后成长成 无法忽视的这种强大力量下 那你就是 就等于就是说 完成了咱们央行那个 所期望的 就说浸润似的 在民间就 就就变成强大的支付方式了 这种应用场景 慢慢做起来 等于是一点点蝉食 蝉食市场 当然不能跟那个 就说直接碰撞了 所以我在想 这未来是多么 多么美好的一副前景 抱歉 我的病人来了 我就分享这些吧 原谅我这种碎片式的分享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 但是就是说 还是蛮有信心的 海外市场这一块 就是说 前景蛮好的 一点点做 我相信就是说 通过我的努力 也会成为一个 就是咱们三立一个 有效的海外节点吧 慢慢学习 跟大家一起学习 谢谢大家的 有耐心听我 落手这么多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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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